天丁一定要取妻生子 天丁 那天丁完丁以后 有些人说 那还不够不够 那还怎么办呢 来 再回头看这边 他还要买房子 有没有看到 还要买房子 买房子 买了房子以后 你就觉得十全十美吗 这边丁几下就是十字 不是 他还希望又回到这个龟甲 长寿长命百岁 所以要一个龟甲 然后再回来 十全十美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那是我教你怎么去记 为什么要记这么多 好复杂 可是刚刚这样一讲 这个就人生的三多五福 就是这样子 只有这样子 你才记得住 可是他重要的意涵在后面 就是他在最尊贵的地方 用很繁复的 主器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视 这是一个最贵重的地方 最尊贵的地方 他用一个很啰嗦 花很多时间去做了很多的 很多样画 让你知道说 我很重视这个地方 那当然 上面这些东西就不在画像 那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你来拍这个麒麟也好 狮子也好 或者是旁边的凤鸟弦书也好 那也有一说就是说 狮子弹箭它是舞的 凤鸟弦书它是文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重演 缩小板的头狐狸 也让你知道说 射箭也是很重要的 一项 一项 那也是要文武双全 那这样子 我们在整个认识圣基亭来讲 那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这四个字 握画成圣 以前很多人把他解释说 我只要把他写过的文章 烧了丢在里面 他就会存在上天那边 那实际上这句话很有意义 他是在孟子靖心篇的上天里面出现 他是说 告诉我们一个圣人治理一个国家 他不是让你口袋变得很有钱 而是让整个人民的水准都能够提升 提升以后是存在哪里 握画就是圣人到这个地方来 让人民受到教化 是存在他的精神面上 是精神面上的整个水平的成长 那我们这个圣基亭设在这个地方 也是让大家透过尊重文字的 一个习惯 引发大家对文字的敬重 他却好好的念书 会让你做很多的 改变你的生活水准 那也要让圣基亭 射在这个地方 达到像圣人一样 来教化这边的人民 让他整个的文化水准 能够整个的提升 精神面上的提升 所以这就是设圣基亭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各位来到现场 很荣幸跟大家分享 全世界排行榜第一名的龙台圣基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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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师 那个原来那个两个